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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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è 大家好 我是邱拉 看我們今天的背景 就是要我們在賣蟲的地方 之前其實大家都知道買蟲的時候 應該要去床的世界啊 或是家具店啊 因為剛好有認識床的世界 所以我們就來跟大家介紹一下床 其實蠻多人都會想說我買床 就是要嘛就要買很好 例如說我一定要買西夢寺 我要買飯店用的床 那今天就乾脆來請床上世界的 梁哥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一張是西夢寺最高級的床 它是黑鏢 Black系列 那它要多少錢 這一張我們的定價是46.6萬 也是目前西夢寺裡面 最頂級的K-Class系列 你摸看看這個布料 是不是很有涼感的感覺 對它是用4.0的這個冷卻元素 琴時包覆性越強的床墊 越容易產生悶熱感 所以它在布面上 做了一個降溫的動作 在我們背部的肌肉 跟它在接觸上面 會感覺到比較舒爽 因為過熱或過冷 都會影響到我們的睡眠品質 那西夢寺的床 大部分的等級是怎麼分 就是初級 中級 高級 或是它的價位是怎麼樣 西夢寺最頂級的就是 像這一張Black系列 就是黑鏢的 再來就是一個白金鏢 白金鏢來講的話 它就僅次於這個黑鏢 再下一個等級就是銀鏢系列 那我們引進有很多種 那白金鏢大概一張多少錢 白金鏢一般來講 定價都在20多萬左右 所以這張黑鏢大概40斤 是 然後白金20斤 那銀呢 銀鏢我們引進了兩三個系列 現在都在做促銷 所以我說要買 錫夢寺 我們床世界是最便宜的 喔 所以銀鏢其實就很好睡了嗎 銀鏢其實在一般來講的話 就已經非常舒適了 當然你想對睡眠品質更要求 我們不妨可以往上走看看 而且我覺得它黑鏢真的超好看的 它是黑 整個都是黑色 你不覺得看起來就很帥嗎 然後它床也很厚 價位比較高的床都坐得很厚 是為什麼 其實床墊越厚也代表說 它的價值感越多 我們上去坐的床的時候 就知道底下這裡是彈簧 然後上面這裡是 它變QQ的 就很像是泡棉對不對 像這一張特別 它這裡面還有 2000個微型彈簧 2000個獨立桶 是矮的 雙層彈簧 它就有雙重釋壓的一個 睡上去的時候 可以把它的體重 還有包覆性 更完整的支撐住 而且這一張 配這個枕頭睡起來 超像在雲裡面 就是軟綿綿的感覺 可是一般人應該 沒有什麼預算買這麼貴的床 你有沒有推薦什麼比較厲害 CP值高的西夢斯的床 有 我們往這邊走 你很會在耶 哇 這一張 你剛剛說是CP值很高的 西夢斯的床 是的 它算是西夢斯的入門款 但我個人認為 我睡上去的時候 是可以在瞬間 把所有的肌肉 都釋放壓力的 怎麼樣去看 你的床有沒有釋放壓力 其實床墊 很多人 他們的睡眠習慣 觀念都是要睡硬的 我覺得這個觀念 可以稍微做一下調整 因為睡眠最重要的 第一觀念就是 肌肉要先放鬆 那肌肉如何放鬆 就是跟你的床墊 在接觸上 它跟著你的曲線在走 那這一張床墊 因為西夢斯它是 感染型式的獨立桶 那在這個獨立桶上面 它就像汽車的懸吊系統一樣 它可以感受立馬分析 我們身體 哪一個部位不同的比重 來去做上升跟下陷的微調 所以這一張在睡的時候 你會發現 可以瞬間把你肌肉給放鬆 而且它的邊框 還有做一個加強的動作 邊框沒有做支撐加強 也很容易下滑 就會塌下去 就像這樣子 如果沒有支撐的 我坐在這裡它就會凹下去 再來它裡面的材料 有做了一個防火的材料 抑制燃燒上面 燃燒範圍就大概是 50元的硬幣左右 它就不會繼續燃燒了 上面那張可以不要用嗎 這都是基本的 都一定會有 好 那這張多少錢 這張2萬多塊錢而已 夠便宜吧 喔 少很多耶 少了20倍吧 聽起來就覺得很不錯 是的 然後我剛剛看到 他們還有隔壁這一個 是我更有興趣的 一個是 韓碧樓的床 這一張目前也是 我們床的世界 的主力產品 它CP值也是算是最高的 我覺得這張很厲害耶 而且他們超過分 他把喜夢斯這張 放在這個旁邊 然後這個再貴一點點 然後你就會很想 從那一張睡到這一張 然後你睡一睡 就在網上一直睡 一直睡 然後就越睡越貴 追求好的產品是沒有停止的 這一張就是我們那時候 去韓碧樓的Villa裡面的床 然後它這張真的很好睡 而且它是有支撐QQ的感覺 是 這一張是 三線獨立桶 舒適層在這上面 然後結構層在中間 穩定層在底下 一張好的床墊 這三個角色都要完整的扮演 舒適層目的 是跟我們肌肉在接觸上面 可以達到釋放壓力的問題 填充我們從背部垂直下來 到腰部中間的一個落差 喔 腰凹進去那裡嗎 是 腰凹進去的時候 就要靠這個補足它的落差 因為當我們臀部的重量 髖關節下沉的時候 到這個地段 這個地方高度 就正好是撐住你腰的高度 所以那些飯店床 或是像剛剛 剛剛秦鋒師的黑鏢 它上面都有多這一層 其實你只要睡這種三線的床 你都會有一種被包起來的感覺 可是你不會覺得 你睡到以前的那種 爛爛的床是那種 軟到你爬不起來 對 早期有很多人 會說不能睡軟床 如果主結構用連結式的彈簧 又做軟的情況下 一睡上去 所以整個人就成了拱形 就跟睡吊床一樣 對 就跟睡吊床一樣 那一天八個小時 年輕人還能撐一兩天 那年紀大第二天就爬不起來了 所以大家現在要睡獨立桶 不是因為什麼翻身隔壁不會吵醒 是它比較可以調整你身體的位置 是 它是比較符合人體工學的一個設計 樓上還有兩張蠻厲害的床 帶你們去看 他們說這個是一個厲害的電動床 好 它的厲害在哪 市面上所有的電動床 它都沒有辦法彎曲伸展的一個模式 唯獨只有這一張 因為這一張在設計上它是無框架的 整個頸椎下去 你會感覺拉得更明顯 很舒服耶 這旁邊還有USB插槽 可以直接充電在這邊 只要你玩手機沒電腦 好酷 可以插在這旁邊 對 這是什麼高科技的床啊 後面還有這個底部還有小夜燈 這小夜燈適合夜間你要行走 要去拿個東西的時候 這目前是我們現在最主打的電動床的商品 這個也好適合在養老院 豪華養老院 這是最高級的享受 來去看看別的床 他們現在在找我適合哪個枕頭 我覺得超酷的 因為他都沒有問我平常睡什麼 然後他們就自己說 他覺得我適合睡哪個 所以我要來試試看 所以是每個客人來 你們都會叫他們試床嗎 先依照您個人的體型跟體重 比如說這張床墊 枕頭要睡高的地方 好 您現在先平躺一下 你怎麼決定這張床要睡高的還是低的 因為我們講肩膀以上不舒服 是屬於枕頭的問題 肩膀以下不舒服是床墊的問題 所以肩膀痠痛要換枕頭 肩膀痠痛一般來講 枕頭佔的問題比較大 那我們可以從側面看看 你看從我們身體頭頸肩腰臀 到你的大腿小腿部分 每一個地方包括腳踝的地方 包覆性都很強 而且這張什麼冰冰的 這張很舒服 這個布料是我們雪山冰沙的一個布料 這張真的好涼喔 頭冷 腳熱 這才是最好的 他整張床墊都是用這個 三根鋼絲集結在一起的 三骨鋼彈簧 這個是子彈型 我們現在目前在台灣的一個專利 子彈型彈簧 他可以快速施壓 最低回彈 使用壽命 幾乎已經是不會壞的 十年內不需要翻轉 十年最基本床墊一定要換 我們考量是衛生的問題 像這張床墊在設計上面 他可以達到 兩夫妻同時睡上去 在睡眠上面達到一個共識 怎麼說 因為這張的舒適層在設計上面 很符合女孩子喜歡睡 柔軟床墊的一個標準 那男孩子比較重的時候 他的體重往下沉 就不需要彈簧的一個支撐性 所以在這個彈簧 用三骨鋼的一個彈簧設計原理 可以很完整的 所以這邊睡很重的 這邊睡很輕的 他也不會歪掉 不會歪掉 這張床墊現在我們有搭配一個叫 舒曼波的床墊 舒曼波他其實是德國一個物理學家 叫舒曼博士 他發現大自然最頂端的雲層 到地面之間有一個產生電凝層 那電凝層很適合跟我們腦波達到共振 我們這個有舒曼波的功能 他是可以讓你快速引導你進入深層睡眠 他打開會有聲音或什麼嗎 沒有完全沒有聲音 對 這種就像手機你接收到訊息一樣的感覺 睡太久嗎 你不會睡太久 人要睡飽了才想要起來 人沒有睡飽就不會想起來 突然想到那如果我上班著 我可以午休時間來這裡試睡嗎 我們很歡迎 像你對睡眠品質很要求的人 因為我沒有睡 我怎麼會知道他可不可以讓我 快速充電 是來這邊試躺的消費者 每一個都要留一點時間 你越注重你的睡眠 你越容易找到最適合你的床墊 真的會有客人就在這裡睡 有啊有啊 很多人睡著以後 起來立刻就決定了 他說這張床墊真的就是我要找的 太好睡了 好今天很開心 謝謝良哥 他們如果最近有優惠資訊 我可以整理在底下 然後因為床的世界的優惠很多 然後他床也很多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找時間 過來逛一逛 然後睡一下 就床真的要睡 你才知道什麼是適合自己的 希望你們喜歡今天的影片 下次見拜拜 字幕志まず 李宗盛 族翻牌 洗手間